你的小孩要小心 不要讓他亂跑 這個地區是最危險的 總共有溺斃人數有36位 因為我是一個母親 我有幾個小孩 大五輪恐怖離岸留一天三溺斃 叮嚀兒童天顯被海捲走 從103年元月份開始 到昨天 溺斃人數有36位 北報基隆大五輪沙灘8月12號 分別在上午下午和傍晚 一天之內發生三起意外 沉浸卻凶險的離岸留 帶走三條人命 人有時候都會有一些無心直播 金馬獎最佳女配角得主丁寧 也在同一天目睹 離岸留對她的小兒子下手 育有一女兩子的她 在臉書表示驚魂未浮 是說一早到萬里海邊 就看到離岸留 自己還在擦防曬 小孩已衝下海 老三被往後越拉越遠 還好有穿救生衣 被帶著浮標游泳的大哥哥救回 後來傳出大五輪沙灘悲劇 他感慨再發常聞 大意是說對海不要大意 機會教育小孩要學到 別去沒有海浪的區域 要去很多人的地方玩 下水一定要穿救生衣 敬畏大自然才能享受大自然 不到一星期前 丁寧與離岸留的翡翠灣一人溺斃 當時張正月剛好在現場協助急救 這位愛爬山衝浪的男子 剖出空拍圖 教大家翡翠灣的離岸留 該怎麼辨識 丁寧家住要平行海岸遊 就能逃出離岸留 那究竟什麼是離岸留呢 請進VCR 一波波海浪打來 這是宜蘭的外澳海邊 但仔細看兩邊海浪間 有個小裂縫慢慢出現 這是裂流 也就是俗稱的離岸留 強大海流會將人帶到外海 可能造成溺斃傷亡 喔 這一集娛樂新聞好知性喔 三里娛樂新聞 你看不到的力量最大 報導 多久 我們在這裏